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2月19日 星期一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講講經濟情況 據報再有連鎖餐廳有機會全線結業 這間餐廳也有幾好的口碑 不少網友都很喜歡 最新情況如何和香港經濟的情況相當有關 另一邊雙也講講各大時事消息 據報話說在將軍澳有三名幼童被獨留在家 最新情況如何 據報和若兒的情況有關和各位了解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熱話 講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網媒臥底TV的報導 牛當店家藤屋會在2月25日結業 他們說感恩和珍惜這8年的一切 有網民發現位於荃灣的家藤屋 張貼了結業通告 表示最後的營業日期是今年的2月25日 另一張通告就說 家藤屋開業8年 初衷是不想香港人 只有一間日式牛當專門店可以吃的 打算開一間香港人的牛當店 可惜經歷完疫情 加上各方面的考驗還有衝擊 最終決定是結業的 家藤屋現在其實是有4間分店的 分別在屯門、荃灣、深水埗和太子 未知是否全線結業 想幫襯的話就要趁早說 以上來自網媒臥底TV的報導 據報消息還要有待確實 如果消息熟實的話 是再有一些餐廳做不住的宣佈結業 加藤屋在近年的口碑也不錯 深受不少的食客外帶 最新情況是 加藤屋其實有4間分店 若然消息熟實是全線結業的話 相信也是一個相當大的警號 因為經歷完疫情過後 以為經濟可以復償 誰知據報越做越差 有不少業界的人士都說 現在的生意比疫情更差 疫情時封關 起碼也有香港人自己的本地消費 現在不上有盛 加上市道那麼頑皮 昨天張宇仁那句金句在網上廣傳 就說市道不濟是非常可怕 真是如夢初醒 其實這種市道蕭條已經維持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香港現在面對著北上的消費熱潮 本地的消費疲弱 各界都在望著2月底的財政預算案 是否真的一朝都不出呢 是否真的停止派消費券或派錢呢 這是各界的關注 另一面相加藤屋是否全線結業 還是個別分店結業 還要有待加藤屋會不會有進一步消息 怎樣說也好 感謝加藤屋這8年以來 努力做好每一碗牛肉飯 另外也轉一下本地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景臨村三名幼童獨留在家 早母兩日前入院 警方拘捕了父親涉嫌疏忽照顧 報道幾乎提到 將軍澳發生兒童獨留在家案件 在昨天2月18日傍晚6時 景臨村景桃樓一個單位 有三名幼童被獨留在家中 鄰居揭發報警 人員港底沉獲兩名男童 分別是4歲、7歲 還有一名女童是9歲 他們沒有表面傷痕 被送往將軍澳醫院檢查 調查期間三人姓譚 34歲的父親回到來 警方以涉嫌對所看管的兒童 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 將他拘捕 消息說涉案男子早前把三名子女交託給媽媽照顧 不過日前2月16日 他媽媽因病入醫院 未能照顧三名孫兒 直至鄰居發現而報警 01正向社署查詢事件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事件相當離譜 三名幼童估計留在家中已經一段時間 本來照顧他們的祖母 因為入了醫院 沒有帶人在家中 父親就好像未知情 結果事件驚動鄰居報警 父親生生來遲回來 結果被捕 事件仍有待了解與調查 另外也提及這件事故 根據HK01的報道 屯門的掃管窟 有個P牌的電單車自己炒車 鐵騎士頭部受傷倒地 報道幾內問題到 屯門在昨晚發生交通熱外 有一部掛有P牌的電單車 在晚上9點中原 掃管窟路往黃金海岸方向行駛 到這個掃管窟路22號對開的一個油站時間失事 網上的照片看到 鐵騎士人仰車返 頭部受傷倒地 有人上前看看他的傷勢和協助 傷者事後由救護車送院自你 以上連至HK01的報道 希望傷者盡快好 這個路段本身沒有太多車 為何會發生意外 據報警方正在調查意外原因 另外亦轉一下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話說巴士迫爆 警方仍然上客 車長提出一個要求 港女怒戚 爆粗兼公審 同車的乘客 爆出真相感說 報導的內問題到 這位港女原先在Facebook 某個群組 好 氣爆發鐵文 並上載多張照片 公審巴士車獎 勞稱 見新年 我都已經收了火 問候對方媽媽 就說 你不停來 你不是愚蠢的司機 逼到這樣 還要被人上車 逼到自己看不到快到後鏡 就不停叫我站出 說著 繼續拿出口罵 這個司機 照片鑰匙 當時 車上有不少乘客 而市主站的位置 是最接近司機位 也就是百達通 收款機的位置 鐵文當時 也有不少網友 直斥市主的不示 市主之後已經 極速刪走鐵文 不過被網友截圖 並重新上傳到Facebook群組 馬路的士討論區 上傳者質疑 就說 沒有上限嗎? 多到妨礙看鏡 還想省 於是引來熱烈討論 很多留言都批評這位港女 是西客 就說 知逼就不要上巴士 也都說 自己上了巴士 就不想人家再上巴士 也都有人說 這麼尊貴 就不應該坐巴士 也都有人指出 就說 你既然是阻礙著鏡 即是你是最後一個上巴士 這麼逼都還要上 又鱷魚 竟然還有位子 給他拿著手機 拍人的樣子 來公審 那麼 期間有一位 聲稱當時 在同一部巴士上的乘客 公開真相 就說 我當時在巴士上 其實投訴那個女士 個人 比較高 高度 大約五尺五左右 也有的 而他 站在司機位旁邊 不停看手機 最初司機 是善意 提醒他 叫他 站過少少 他便 隨即發爛 然後 就說 拍攝司機的大頭 當時 車上 都已經 有人說 那個女士 是不對的 也都說 這個女人 整程車 在那裡 坐樓上 都聽到他 亂禁罵人的 真相被公開過後 批評港女的聲音 更加一面倒 就感激這位乘客 說出當時的事實真相 還司機哥哥清白地說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這位港女 首先 拍人的樣子 然後就寫上網 爆粗 就說司機不對 當時 其實已經大部分的網友 都不爭他 誰知道 再有乘客 建議勇為 說到原來 是這位港女 當時 站在司機位 旁邊 不斷玩手機 阻礙司機 司機提醒他 他發爛雜 再拍人的樣子 想著 惡人先告總 先寫上網 想著贏 其實現在 網友的眼睛 說亮 不是你 開過鐵文 或者做過留言 大家就相信你 也要看你 有沒有說服你 結果相關的港女 就被人插上天花板 未知港女的朋友 知不知道這個港女 捲入這件事 說不定都會告訴他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 繼續聊天 拜拜